中国民间有句俗言叫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富豪家族都没能逃过这一命运轮回 一个家到兴隆势则勉远的家族 是如何引导族众正确对待财富的 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春节特别节目 加封 家教 家规 家谱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即将为您讲述家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到晚清中心名称曾国藩 起家草根 治学 治家 治君 治果 都是一把好手 朝天下官居极品 但家道越是兴隆 曾国藩越是心怀幽居 为什么呢 作为读书人 他特别警惕孟子的一句话 君子之则武士而斩 则指的是名声 德望 财富 运道 斩就是断的意思 孟子的意思是 即便你品行再高的君子 传家最多不超过五代人 孟子谈到的这种现象 民间的表达更形象生动 叫富不过三代 基于忧欢意识 曾国藩呢 就引用流传极广的俗言名谣 来解读五世三代之说 一代苦 二代富 三代吃花酒 四代穿破苦 二代素街头 副组辈辛辛苦苦地打平 从窝棚里边搬进别墅 从农民工变成了CEO 算是脱平致富 到了第二代 还注意苦心经营 量入为处 所以保险柜里装满了地契文书 债券营钞成了富豪 到了第三代 富豪变成了土豪 子孙们认为 家有金山银山 吃不垮喝不晚用不尽 所以吃喝嫖赌抽 五度俱全 无所不为 到了第四代 不用说 只能反平 到了第五代 只能是破帽遮延过烙 晚上露宿街头 成为丐帮的新生代 接班人 富豪国三代 是中国富人阶层的千年某州 从古到尽 很多家族 似乎都逃不过这种命运轮回 石崇是西晋时期的巨富 首富 但今天财富一代二进 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根据史书记载 石崇担任荆州刺史期间 就相当我们今天的省长 兼军区司令员 他既是最高的行政长官 还是最高的军事长官 同时他还是最大的强盗头领 他抢劫史图案 绑架客上 让自己登上了富豪榜第一名 有了钱干什么 任性 石崇和当时的皇室成员 和当时的土豪们 炫其豆腐 把极为名贵的蜡烛当柴烧 那时候的蜡烛都是从动物的油脂里边提炼的 不像我们今天的化工产品 可以批量生产 后院的美女数百人 全部穿精带衣 彩衣飘飘 上一次洗手间 所有的衣服都得扔掉 客人来了 就让那些美艳的婢女去劝酒 劝不下酒 当场砍头 跟宰杀刘阳没什么区别 任性的结果 本人被杀 母亲 儿女 妻妾 无论男女老优 满门朝战 像石崇这样富不过三代的家族 历史上数不深数 比如后世奉为 伤胜的天下巨父陶竹公范李 比如白手起家 富家天下的红顶商人胡学岩 今天这样的现象还有没有 有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一些超级富豪家族 在不到三十年之内 急速返平 这里面不乏商家大鳄 钢铁大碗 地产老板 当然还有煤炭爆发户 为什么发家容易传下来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曾国藩穿越历史 去寻求一个家族 长盛不衰的真正诀窍 要打破所谓的五世三代的魔咒 他发现了并不是财富本身有问题 而是人心 人性有问题 没有规范约束 人就会放纵心性 人身就会失去目标感和责任感 有钱就肆意挥霍 炫富享乐 没钱就灰涂涂脸 自甘贫鉴 我们现在网络段子 把这种现象形象的称之为 有钱任性 没钱任命 同志五年 也就是公元1866年6月初五 曾国藩在几名 给他的大弟弟曾国黄写信 提到了一个观点 凡家道所以可求者 不是一世之官爵 而是长远之家规 不是一二人之咒发 而是大众之为耻 凡是家道心脓 事则绵缘的人家 凭借的不是一世的官位 爵位 而是依托长远的家规 不是依靠一个人两个人的爆发 而是依靠家规来凝聚人心 共同维持 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祖宗 祖先遗产中 最重要的不是金玉珠宝 田地美宅 也不是爵位荣誉 而是家规 那么曾国藩所说的家规 究竟是什么 他能否破解 富不过三代 这一千年魔咒呢 曾国藩所说的家规是什么 家规 又称家法 家范 家具 就是家族内部的自治规范 通过设立特定的行为规范 移植恶性 开发善性 曾国藩认为 只有家规 才能有效地调控 人性和财富之间的关系 家族也才能够打破魔咒 实现财产的有序积累和有效传承 和石崇的家族 这种悲剧相比 很多家族成功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比如 浦江郑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校义们 历经宋元明三代 十五世同居共摧 前后长达三百六十年 连天战火 朝代更迭 但江南郑氏却能力手架跪以外赴国难 在元代还赢得了一门上议九世同居的官方赞 郑家是怎么打破千年魔咒的 鸿沐十八年 朱元昌召见了浦江郑氏后代子孙郑廉 问了他一个问题 就你们家家道兴盛 效益和睦 到底有什么秘诀 郑廉想了想 说没有 那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谨守祖宗惩罚 就是认真的遵守祖宗留下来的家规 专张对郑家以家规治家的典范性和影响力 赞不绝口 倾刺江南第一家的贬能 还礼拼郑家子弟担任皇家教育讲习官 郑家家字巨货 绝对是大财主 他世世代代能够相传 书人的奥秘在哪 那就是用家规约书子弟的心性 规范子弟的行为 一恶倒善 比如 他规定的很细致 家族子弟不到三十岁 不得个饮酒 出门拜客办事 二十五岁以下三十里内 只能不行 平时只能穿 不依马履 不能攀比豆腐 不能嫖娼素季 不能下棋赌博 不能看戏听曲 等等等等 总过来看来 凡是有家规的人家 对人性和财富关系 都有着极为理性的认知 致力于破除人性中的魔性 破除财富的魔力 让人性和财富 出一种合于道义的互动状态 古江正式家族 用家规约束人心与人性 一恶倒善 从而使得家道兴隆 适则绵远 纵观历史 凡是有家规的人家 往往都会用具体的家族规范 约束新性 引导足重正确看待财富 那么传统家规 教给了我们哪些 约束新性的方法呢 春节特别节目 家风家教家规家谱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家规 具体措施有四个方面 第一 侥幸 也就是说矫正性情 古人认为 仁禀天地之气 既有善根 也有恶性 只能通过特定的规则 才能够化解力气 开发善性 孩子最终也才能够趋于正道 否则好与务劳 小兽好吃懒做 长大了贪钱贪色 如荒郊野草 歇齐外拔 贪婪暴力 一发不可收拾 古代家规中有两个著名的结论 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个结论是三岁看老 一个小孩三岁 你大致就能够知道 这副人家的家规家教如何 这孩子未来的品行命运如何 另一个是慈母败儿 当妈的一味教纵孩子 必然断送孩子一生 这既有草根阶层的经验总结 也有皇家教育的惨通教训 北齐后主高伟的弟弟 狼牙王高野 聪明决定 生得父皇和母后的重恩 哥哥当了太子 弟弟什么待遇都要和太子看起 哥哥当了皇帝 他跑哥哥皇宫里面去一看 看到那种进贡的冰块和实行水果 回到自己家里就大苦大了 说皇帝都有 凭什么我没有 到了十几岁 交之无解 弃腹完好 必敌成语 骄狂无理 从衣服到玩具到游户项目 什么都要和皇帝哥哥享受同等待遇 狼牙王最后任性 骄狂到什么程度 他认为宰相不听话 居然敢把宰相给杀掉 后来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 被职业杀手 残忍的杀害 四个姨父子生下以后 也全部被秘密处死 狼牙王死之前 拼命地喊叫 要见哥哥 要见妈妈 说明他并没有长大 还仗着父母的恩宠 还是属于撒娇任性的年龄 父母的娇宠 断送了狼牙王年轻的生命 还死得特冤特惨 严之推有感于狼牙王身为皇子 却没有家规约束 专门将他的悲惨遭遇 写进了严世家训 作为经典个案教育子女 当然他谴责的不是狼牙王 而是他的父母 第二 正心 就是要求子女对财富 要持守正确的认知 采取正当的手段 人都有穷的时候 如何对待贫穷 范仲淹传递给后代的经验 就两方面 一是忍穷保身 范仲淹又连丧父 算是一穷二白 度日艰难 我们今天有个成语叫 画粥断计 讲的就是范仲淹的故事 每天晚上把粥熬好 冻起来 画成四块 早晚各吃两块 把野菜切成小结 揽上一点盐巴 这也就是下饭的菜 忍穷耐穷 垂念了范仲淹的坚强意志 磨练了他的良好品格 所以后来他为人清正 为官清廉 既赢得了良好的道德生育 也免去了无数的灾烂灾祸 所以老年的范仲淹 不得意的教会子女们说 我这辈子风波不断 就是因为能够忍穷 所以才能免去无数的灾烂 祸患 二是减速持家 升等高位后的范仲淹 制定了严格的家规 比如全家的饮食标准 就有这么一条 食无虫肉 没客人的时候 家里的饭桌上 只能有一道混财 有生之年 从不违规破例 那如何获取财富呢 范仲淹的原则是 取之有道 绝不收受不义之财 范仲淹穷困不堪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术士 据说懂得点贴成经之术 这术士后来生了疾病 但是孩子特别小 生命垂危之际 术士就把两定白金 和炼金的秘方 交给范仲淹 说明一定白金留给孩子 另一定白金和秘方 归范仲淹 但孩子就托付给汉仲淹照顾了 这白金固然值钱 但最值钱的是秘方 今天我们叫技术秘密 是知识产权 但范仲淹怎么办呢 他把两定白金和秘方 全部密封起来 等着这术士的儿子长大后 完毕规范仲淹认为 人在贫寒时 要忍穷保身 减速持家 再穷也不能无视道德 收受不义之财 那么当人身处贫困时 应该通过怎样的正确途径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脱贫致富以后 又该把财富用到何处呢 春节特别节目 加风 家教 家规 家谱 西南政法大学 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 画家规 侥幸 振兴 这些解决了 对待财富的心理取向 那具体行为规范 怎么来对应呢 接下来就是第三 立生 没钱是否就认命呢 身处卑微 是否就自甘评价 范仲淹认为 命有己造 孕游人情 穷人家孩子 不能因为贫穷 就自饱自弃 甚至威非作胆 当然也不能一辈子 就忍穷奈穷 你还得积极努力 脱贫致富 怎么脱贫致富 就两条路 你要么洗劳 就是心情劳动 你要么力学 勤奋求学 这些都能够改变命运 这才是正确的立生之道 有钱是否就任性呢 不行 要守之以法 用之以义 先看守之以法 滕中宫时期有个限定叫 李树 他家的家规叫 戒子时宜 这个当中有个专门的规定 凡是子女参与赌博 浪荡家产的 就砍下一根指头 这确实很残忍 也违背人道 按照今天的观点 还侵犯人权 但李树怎么解释的呢 砍下子孙的指头 子孙忍痛 父母伤心 但一根指头 可以遏制子孙 任性妄为 保全整个家族 所以明确写进家法 毫不隐晦 但是看指头这类行为 惊叹不行了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再看用之以义 具体来说就三个方面 奉卿 善卒 济士 宋代公务员 是高兴 范仲淹一家几位高官 生活又节俭到极致 剩下的钱到哪去呢 除了奉亲养子 就是上报父母养育之恩 下敬抚养子女之子 范家的财产 既没有借贷生息 也没有投资获利 买离财产品 更没有藏在坛子里边 埋在树根下 范家的钱就两个去处 一个是设立义庄 专门救济家族和地方的贫困家庭 这是善卒 救穷 二是创办义学 救贫只能救济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还必须要让这些人家脱贫 医学就是专门解决家族和地方贫寒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让他们走上脱贫 脱贫之路 这也就是济世 范中严信奉的是儒家的推恩理论 也就是说将爱心 感恩之心 从父母推及家族 从家族推向社会 他最大的成功就在于 他传到给子孙的一种智慧 是善于储穷 洗牢勤血 就必然能够致富 而善于储父 推及其人 就必然能够免获增详 不仅自己家族发达长城 还有助于一个地方的道德进化 社会稳定 范中严是忍者 也是智者 所以当我们无数家族还在感慨 富不过三代的时候 范氏家族已经兴盛发达 第四应试 在人性和财富关系上 侥幸 正心 历生的问题解决了 处事的基本原则 自然也就清楚了 比如交友 历代家规 无一例外的禁止 子弟和以下两类人交往 一是啃老啃低之为 任性浪荡 挥霍家长 二是 心中眼底全是金钱的势力之徒 这些人 有钱就酒肉兄弟 没钱就一排两散 这些都不可教 比如婚姻 曾国藩 祖宗堂 胡宁义 彭玉宁 被称之为晚清四大中心名城 他们都在自己家规当中 要求子弟被保持寒素家风 对富贵豪强人家坚持 不结婴 不结缘的缘子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这些人家子弟 有钱就任性 无钱就任命 有钱就当土豪冲大海 没钱就卑躬屈膝 当孙子 这类人性的家门 不仅乱家归 败家风 还会给家族带来 无穷无尽的后患和引诱 这实际上是 世代夫家族的古老传统 实际上宋元以来 土江正式的家规 对地级婚姻 都有专条规定 其中有一条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 不得与豪强之家一婚 理由很简单 这里豪强人家 一般没有家规约束 有钱有权有势 一年土豪气满身同臭味 一旦到家 不是既非就是狗跳 绝非嫁恶 再比如 做官 正式家犯就明确规定 子孙做官不得贪赞枉法 辱莫家族名声 否则生则削谱 就是从祖谱当中 徒销姓名知信 死后不得归葬祖 在古代 这是最严重的精神震慑 和伦理处罚 总括宋元两代 正式子孙高官显患 将近五十个人 没有一个人因为 贪赃枉法而罢官入狱 由此可见 家规是简马 覆不过三代魔咒的 独二神器 无数的实从家族 因为家规缺食而灰飞烟灭 他爹没有教诲他如何对待人性和财富的关系 所以只好一味音性 做不过三代是宿命 是必然 而范仲淹家族 普将正式家族 却能够通过家规 破解人性密码 破除财富魔力 侥幸正性 所以千年不衰 万古流放 一个家族能否富过三代 不仅仅影响一个家族的命运 还会直接影响天下的治乱 民族的兴衰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家规不仅仅是破解千年魔咒的终极密码 还是中华民族的无上归宝 谢谢收看 请看下集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 是我国传统家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家谱中究竟记载了些什么 他为何在一个家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家谱的传承对于一个家族的延续 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 在明天的节目里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将为您讲述家谱